早自翻譯 敬請蔡 jedzu主席給我們講幾句勉勵的話 起立 一生 敬禮 好,謝謝 我們現在的同學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平常都在六三季 台灣的都聽到 聽到也要學學學 這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媽媽留下來的學 我們的阿嬤、阿公、媽媽留下來的學 我們一定要學 甚至於我們的孩子 我們在後一代 我們要有國際觀 所以贏也一定要學 這都要學習 其實沒有人 語言是一個工具 現在有這些 教授的阿公和這些人 很多的論述 我在這裡很簡單說 我們台灣現在在打拼 這些前輩 在努力 那以後我們的環境 我簡單說一下 台灣的將來 我們要走向一個 後美的制度的方式 我們要走向一個 先進國家的一個軌道 所以我們的將來 包括文化 包括教育 包括國風 包括社會的媒體 和社會的教育 我們全部都要走向 後美的制度方式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 要先建立這個國際觀 有 目前台灣 電視開到開看 都是補一些什麼 辣妹 那現在 對大家在拍賣的 對大家在跳樓的 都這些 五四三的東西 完全都沒有國際觀念的東西 要讓我們看 這就是要怎樣 把所有的國際的東西都蓋起來 不讓你知道 在台南 所以我在這台這裡 為何鼓勵我們這裡的學生 我們這裡的同學 如果有機會 我們要透過網路 去找更多的資料 找出來看說 我們現在是一個 什麼樣的經營的國際 台灣是國際的台灣 台灣將來就是要走向國際的一條路出來 所以包括我剛才說 國方面的資料 我們要有先打上自己的國際觀出來 那麼將來的台灣 學生小孩要收到高雄的方式 對美國的制度來走 對美國的方式來走 美國什麼制度 什麼方式 我簡單說一個話 小朋友在圍堂 我自己的小孩在那小時候出生的 他去讀幼稚園 老師叫他們說 你們畫太陽 太陽 眉毛眉黑色的 黑色的太陽 也眉藍色的 眉毛眉紅色的 老師就叫他們 一起來解釋 你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 小朋友說 因為晚上啊 所以它是黑色的 有得力嗎 有得力啊 所以他們的教育方式 是啟發式的啦 讓你自己去用你的頭殼 你的頭殼是你的 你用你的頭殼去思考 讓你看到的東西 小孩是畫紅色的 太陽是紅色 因為黃昏的嘛 它下來的時候是紅紅的 對啊 沒有錯啊 也有人畫白色的 這很清楚 所以從這個教育的概念 就可以觀察得出來 他們是用推理的 用讓你去獨立思考的邏輯 但是台灣教育完全都倒閉了 台灣教育就是說 我給你什麼 你讀什麼 我科技科什麼 所以美國在考試沒有打分式的 它是A plus A minus B plus 它用等級來給你劃分 它沒有用分式啦 所以這個狀況的過程 將來台灣也會根據這種方式 可能粗粗的畫不習慣 但是 慢慢它就會上軌道 因為用這種方式 才能跟國際接軌 才能夠讓台灣人自己 有那種推理 有那種獨立思考的方式 我在美國那裡最近也有 和一些學生小孩感到 說甚至 台灣我們現在在用的錢 我們也要改向美國接軌 國際接軌 將來台灣的錢 目前現在叫做新台幣 中華民國的新台幣 這個我們以後都要改掉 改什麼 改叫做正台幣 我現在是用這樣思考 當然以後這名稱可以大家來思考 正台幣一塊 中華美金一塊 因為Porto Rico Porto Rico 那裡的人 他們會叫做Peso 一塊Peso 上面有一塊美金 那貿易金 25仙 就是Quarter 也是和美國一樣 25仙 都一樣 所以台灣人的 將來我們 如果到我們主題那時候 我們的一塊正台幣 就是一碗陽春麵 30塊意思 所以我們美國要買陽春麵 用一塊就好了 但是是正台幣 不是現在的新台幣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這個邏輯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整個文化 我們要切給清澈 我們要切給清澈澈 我們台灣人 會走向國際的軌道上去 這是簡單孤雷的過程 很多啦 包括一些文化 一些建設 一些人在做工作的過程 在那種建設也不像台灣這樣 台灣我在那裡去過家 他在去過家 他在去過家 很深色 你自己是地主 要去這間家 你頭到尾 不用去看沒關係 美國政府 市政府就自己看美國政府 台湾這樣讓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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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都嚇唆了 稍微這樣而已嘛 美國那不是 台湾開始打 清澈了 政府就來了 你嚇唆了 你這樣對不對 後來後 通過了 再下一個關 來水年一開始空 幾村 幾村 幾村的水年 都非常清澈 你的三嵗多長 整幾村 非常清澈 整個 建設執照 裡面這些的文件都寫得很清澈 這就是制度 所以我講說 美國 美國人頭其實不好 你如果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20塊還買2塊半 他怎麼算給你你知道 2塊半 2塊半來 5塊半來3塊 來4塊5塊 這樣一直高到20塊 他們是這個叫做推理的方式 因為這就是他們整個制度和系統 他們就是用這樣 所以我們在那裡建設 第一關 第二關 這樣去去去到 我都不用去 市政府 走比去到更加工夫 正正後 建一間房 市政府要走20幾座 我們不用去看 他比你更嚴就對了 這個制度 我在那裡深深體會得到 要到30年 我在那裡要到30年 這個制度 放置國際接準 目前台灣 是用中國的制度 這是一個爛制度 是一個不正常的制度 是一個國際上沒有辦法接受的制度 所以我們將來的台灣 要左向國際的制度 左向美國的制度 所以像現在說的 簡單這些孤雷 就是用這樣來做 讓大家再聯想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要做的這些建國 和自治 和工程 是相當浩大 所以需要更多優秀的年輕人 優秀的後一天 就會來接 所以你們目前的你們 有來受過分 你們將來算是一個棟梁 不要看清自己 你們將來都是相當相當優秀的一份子 你們要負責去多多的推廣 再說給更多的你的朋友 你的同學 是聽的 所以 在我們這個台灣的過渡過程中 最近的香港 大家知道香港 香港以前 我們在台灣以前還在掌握 控制的時候 很多影星高星有錢的人 我以前差不多都要去 嫁給香港的 為什麼 因為香港他拿的什麼護照 英國護照 那個叫什麼護照 英國國民護照 因為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他在控制的所在 所以台灣 有一天 我們如果是會美國的國民護照 那就是美國的旅行證件 換到我們走路就有風了 我以前香港人走路就有風了 那不小心我們台灣人還會風 因為他看台灣人不在北京 那麼有一天 我們如果把這條路走出來以後 當然這個不是終極目標 如果說可以照這個軌道來走 可能大概快了 台灣人能夠握到美國國民護照 換我們走路就有風了 但是這個就是過程 這個是過渡中間 所以我在這裡鼓勵 我們這裡有時候的學生孩子 還是青年學子 不要看清自己 你的一份力量 可以改變整個台灣 你的一份用心 可以讓台灣永遠久久的走下去 所以你們自己本身 要有這個感覺 你就是台灣的一份子 重要的一份子 甚至於改變將來台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分子 所以我在這裡 我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和大家這邊 當然台灣的經濟將來的過程 和工程是相當好大 必須要有學的先輕人 甚至我們這台的我們 我們都要做一種的貢獻 身為台灣那 和一個小孩的我們 我們沒有逃避的責任 我們沒有回避的理由 我們只有面對它 好好的來把台灣改造 我們是從關在這個感覺裡面 我們要討好開 就要我們自己來討 我們可以出聲來要求 要求國際上來幫我們討好 但是我們本身要有覺悟 本身要有決心 要一步一步來討好開 所以我想就在那裡 我這裡也說給你們聽 在天理 站在台灣人這邊 在公立 也站在台灣人這邊 國際的華麗 更是站在台灣這一邊 剩下的主聖 我們台灣人要討好 要討好 所以我在這邊問各位同學 你們有討好嗎 比較大聲的啦 沒有人知道你聽話 你要討好嗎 要討好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勇氣 有這個決心 面對我們的困難 面對我們的處境 好好的把節打開 將來的台灣 會漂亮的不得了 將來的台灣 是國際的台灣 將來的台灣 是漂亮天堂式的台灣 大家繼續努力 繼續打拼 只要我們有努力 有目標 我們有一天 在這裡鼓勵大家 在這裡大家共同來的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副主席 給我們做了這些勉勵 請禮 醫生 敬禮 謝謝 我們閉幕式開始 請起立 醫生 請禮 請坐 財富主席 還有我們張 張議長 林秘書長 還有各位長官 各位學員 大家午安 經過整整兩天的這個課程 我相信各位學員 各位同學 都聽到很多 以前很少聽到的這些論述 我希望正如昨天晚上 我們在分組討論的時候 所聽到的大家都心有所感 都有心得 甚至發出鴻怨 發出鴻怨 發出鴻說 咦 從今以後 要為我們台灣來打拼 要來跟我們這裡前輩 我們這裡先輩 學生 這是很好的現象 我們台灣民進府 有我們的目標 跟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建立一個 很好的一個 美麗進步 發展的台灣社會 這是我們民進府所有的目標 當然啦 要帶到這個目標以前 我們是要改變現狀 把我們現出席 劉鳳政府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沒有平定的 沒有很重要的自由 的進行之下 這個制度 可以說很壓迫 比通知 我們這裡 台灣本土台灣人 比壓迫 這裡 有很不平的地方 要來把它促銷 因為劉鳳政府 這個透過制度的設計 跟政策的議長 制度設計 跟政策的議長 完全都對什麼 對這個 我們的 所謂 流亡者 對中國流亡 到台灣來 流亡者 優利的方式 這個 明明這裡 政策 跟 設計這個制度 所以 長久以來 六十幾年以來 我們本土台灣人 都是 比壓迫這裡 比北施這裡 我們看 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的法院 按照道理市 應該有很公平的財盤 是最後 最後的這個 標準 最低層的道德標準 但是 我們的法院 心拍 往往是都 完翁好人 人家說 有一個 判事 沒有一個 判事 有關那 就沒有事 就判沒有事 無關那 就是 判有事 所以你看 我們的政策也一樣 人家說 沒有三兩三 就不能上兩三 這個三兩三 就是說 你是不是後面有 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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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派 四海幫 十年幫 青幫 紅幫 紅門 跟蔣家 的那個關係 你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你要出來插 政策 沒有三兩三 就不能三兩三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這個政理 一直都沒辦法 很清明 一般人 沒有那個 感覺 年輕 時代 你們可能很沒感覺 而且你看 社會上 看得放眼望去 放眼望去 很多一般的 老江基山的人 他習以為常 他現在 不但他會借奪 他也會忠告 把我們摸騙 我們就是 過去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所以我們這世代 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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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基本的問題 就是 制度不公平 政策不公平 那你想看看 我們想看看 這個 劉鳳政府到台灣以後 就開始有 不平定的制度 不平定的這個政策 那是高普考這個問題 我們聽了很多 就是說 他按照35姓 中國經過35姓 包括台灣姓 那叫做台灣姓 把台灣變成一個姓 當然是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在槍桿子之下 台灣人就不敢出聲公 什麼話 所以在高庫裡面 我們台灣人 英文每次高庫一年 求八的人 高庫是都 擔任高級關聯 賈總特考 特別是因為他們 他們 要做大官來設計 所以你如果沒有 跟他 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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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不跟他打這個官 你就不可能參加賈總特考 那普通的賈考 普通的高等考試 陸續的名額 很優惠 其實他 就是他 200萬來到這個 中國大陸流氓 難民來到這個 200萬 我們600萬 我們應該是 佔多少 8分之3 80個裡面 我們應該要求60個 結果不是 80個裡面 我們可能只要求3個2個而已 這種的比例 所以這是很不公平的制度 所以 我們如果有機會 在政府官僚裡面 做事情 就會發現說 怎麼中官都是中國人 我不知道各位有人在 年輕的時候去 早期的時候去 去行政黨員做 我 我很年輕的時候 我26歲的時候 我就在行政院 做一個約聘局的研究人員 行政院主機廠 行政院主機廠 27歲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古怪 所有這個 一級 二級主管 我們都中國人 都外省 我們這次的月 一般人說外省 隨時說中國人 如果有很少數的 台灣青年 都非常國民黨 非常國民黨 我這幾歲 那年 因為有一個科長 出缺 科長出缺 來過他們開會的時候 就在說 什麼人來做科長 比較理想 喔 政府官這樣 有很多人推薦我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很愛 跟每一個黨員 都打高度 我這個人也很溫和 我在工作表現 我很特別 我很有好的意見 所以有很多人 都推薦我 但是我 有任命權的長官 有任命權的長官說 嗯 我這個人 不久 可能 不太痛 例如是說 他意見太多 還是說 他要少年 那 後來 他們開會 內部開會的人 有人來跟我說 欸 你要準備好 那時候 你會去做科長 但是 那那個防委員 我們的 那個委員 我們那個所在是一個委員會 那個防委員 是最大的 他在做裁決 說對你有意見 說你 其中都有很多 不同的意見 都炒出 我們的靈略範圍 他改成說 對你有什麼成見 啊 我說 真簡單 啊 我就從來不去送禮 人過年過年都去送禮 我就從來不去送禮 這就是 我們不要去跟人 打這個關係 我們年輕人的身家人困難 也沒有人去跟人打這個關係 去送禮 所以 他就說 騎工騎工說我太年輕 我的意見太多 所以我就沒有做科長 我那時候 如果去做行政院的科長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不得了的事情 可能 我也對國民黨很有意見 所以也許 恩壇之中 我會把同事透露說 對這個 國民黨 這年阿伯的態度 有所表示不同的意見 總之 我一開始 結婚的時候 我就不是老財行的 我就是老財行的 我去送禮去 做哈巴國 去搖尾其連 我早就做科長 但是我很幸運 我感覺 我沒有必要 我一年 期末的時候 月聘期末的時候 我就要離開了 那個防委員 告訴我 你還沒找到事情的話 就暫時留下來 等到你找到事情 找到你工作崗位的時候 找到新的工作崗位以後 你再離開這個地方 我才來批准好不好 我方報到方圓 中華民國之所以會這麼爛 就是很多人在那邊吃空缺 很多人在那邊吃味素餐 沒有事幹 而在這邊浪費時間 我說齁 我出去找事情 如果找不到事情 我回家種田 還有三分柏田可以種 不屁怕餓死 怎麼說呢 我是研究所畢業才進去 就我裡面很多高商畢業的同仁 有一次他叫我 叫我畫什麼 畫表格 我怎麼去他講呢 我一個月六千塊 你錢我來這邊畫這個表格 未免太浪費時間 我是研究員 我應該多看書 我多看書的時候 我就可以增加我們的研究品質 我們的工作品質就會改善很多 所以我為什麼常常提供意見 是因為我看很多國外的書 結果說人家怎麼做 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樣我們才會進步 一共我看你在看書啊 會影響別人的工作情緒 所以請你來畫表格 你研究所要聽過以後 你畫表格會更正確 所以給那個五專 或者高商畢業的同仁來畫表格 恐怕不會很正確 所以請你來畫表格 六千塊錢我去畫表格啊 不是浪費嗎 這不是資源浪費嗎 研究員本來就要看書 才能夠寫出好的東西來啊 還有把工作內容做得更完善啊 結果他說 我在看書是不行的 還有那時候我在規劃什麼 十項建設的財務計畫 這是我在規劃的 當時有一個台鐵的工程師啊 建議說 我們不要再舊線 做那個鐵路電計畫 鐵路電計畫當時規劃叫五十億 在西濱這一條線上呢 直接馬上建一個高速鐵路 一百億就夠了 一百億就夠了 我看了以後 把那整個計畫那個文章 都拿給他看了 提建議我說這個應該給 那時候蔣經國是副院長 刑事員副院長應該給蔣副院長看 同樣是要 這兩個計畫來說 應該在那西濱蓋一百億的高鐵 我們就有兩條鐵路啦 不管發生地震或者是發生戰爭 兩條鐵路 同時被破壞的情況之下 是比較少的 機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應該花一百億去蓋新的高鐵 而不是在舊線這個 這個這個花五十億去這個鐵路電計畫 他怎麼跟我說呢 蔡先生我們這個要 要那個一千億喔 這個石像建設計畫要一千億 資金非常緊俏 非常困難 抽出非常困難 所以不可能 這個花一百億去做這個高鐵 這樣我一定在行政院開會的時候 不能提我這個主張跟計畫 糟糕透頂了 後來好啦我經過忍耐以後 結果最後定案的時候是 鐵路電計畫是一百一十億定案 執行完整以後呢 這兩百五十億啊 整個鐵路電計畫是執行完整兩百五十億啊 是這樣的一個現象啊 各位想像一下 中華民國是多麼貪污的一個情形 我具體的告訴各位一個現象 就是鐵路電計畫要樹立一支電線桿 標出去是七千塊標出去的 層層轉包到最後得標 那是五百塊得標的一個台灣的 本土台灣人得標的一個一個廠商啊 五百塊他就得標他都賺錢啊 前輩那六千五百塊哪裡去啊 就是所謂的特權階級啊 就是統治階級的特權階級拿走了 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都沒有工作 他們不必去 不必去那個到現場去工作 只有層層轉包 一包二包轉三包轉到最後一包五百塊拿 他們前面錢都賺走了 這個現在不是 三十年前發生的耶 就是我們最近十年左右 十年前二十年前就可以看到 像台北市的捷運也是一樣啊 我1989年下飛機 同那個時候 那陳其立也是那個 跟我同班機回台北的 一年之後他是賺一百億 我跟我太太一年之後 兩個合起來就賺一百萬 因爲什麼 他承包了捷運的工程 台北捷運的工程 報章早就說他一年之後 他是賺一百億台幣 也是層層轉包的現象 所以這個現象一直到現在還存在 我們看我們看今天 我們看今年年初的花博 花博一樣啊 花博那個廠商跟我講 那個種花卉的那個廠商 我說那個花博啊 看這個怎樣子 我們估計下來 三十億到三十五億 就一定做得非常好了 結果花了一百五十幾億一百六十億 這樣在搜刮明知明膏啊 整個中華民國政府都是這樣 在搜刮明知明膏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推動我們的主張 為什麼要趕快結束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灣的這個統治 的軍事統治 馬上結束他軍事 軍事占領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結束他的統治權 不要再讓他在台灣繼續這個 破壞台灣的這個這個各種建設 他的每一種建設都是一個破壞 所以啊 我們政府的目標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這個是回答我們黃淑慧 昨天晚上的這個問題啦 另外我們的策略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具體的策略 我們已經做到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 比如說我們華理建國會議在林秘書長領導之下 在2006年的10月24日那一天就提起訴訟 告美國政府 告美國政府 說美國政府忽略了我們的人權 他委託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權在這邊 進行軍事占領 但是中華民國一直在剝削台灣民眾 而且忽略台灣的民權 經過訴訟從2006年10月24日 一直到2009年4月7號吧 還是17號 我們就得到訴訟結果是說 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他講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還有本土台灣人 是長期生活在政治內律之中 你想美國人看到我們的訴訟的資料 就知道本土台灣人是長期生活在政治內律之中 那我們有沒有真正的自由 有沒有真正的民主 No 沒有 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民主 自由是統治階級的自由 民主是統治階級的民主 至於平衡就更不用講了 我們看只要是當他走狗的 就有特權 就有很多好處 一旦做了官 我後來當然有動斷續續的 比如說我這十幾年來 一直在一個這個官營的公司裡面擔任董事 我才知道 哎呦 進入這個政府體系有這麼多好處 因為太多太多政府體系的公務人員 他兼官營這個國營事業的董事監事 或者藏務董事或者藏務監事 如果你擔任藏務董事或者藏務監事 甚至有汽車有司機要開會的時候 派車子去載你來開會 開完會還載你回去這樣子 啊我是普通的董事啦 我是沒有機會去擔任什麼藏董或者藏務監察 都沒有這種事 我是普通董事 我都是搭捷運或者搭公共汽車來回 那麼除了說有汽車司機以外呢 還有相對多的這個出席費 相對的出席費 就是一般的教授 他去這個國營事業 國營銀行或者國營事業裡面 台營啊或者中油 這個台糖或中油去擔任董事或者建事的時候 他的待遇都是非常高 每一次開會是五千塊 每一次開會就五千塊 不管是臨時或者是經常會 一次開會就是五千塊車馬會 還加上什麼 每個月給的這個stipend 每個月給的這個什麼 那個那個待遇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很多財政部的經濟部的那些官員 都在外面兼什麼 兼國營事業的董事 他們除了正信以外 還有這些好處 就是因為這些好處那麼多了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我拔著國民黨 什麼好處都可以拿到 我如果跟國民黨做對 什麼好處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什麼 非常的不平等 非常的不平等 除了這個東西 除了這個不平等的好處以外呢 他甚至於在執行議論的時候 還要拿紅包拿回扣 所以更讓我們這個 覺得說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們早上那個張樹啊 老師他講什麼呢 這個既得利益者當然怎麼樣 不希望改變 但是既得利益的反面就是說 受剝削的 我們這些都是受剝削的 當然我們希望怎麼樣 要趕快做改變 改變當然是要怎麼樣 要去除不平等的現象 不好的制度跟不好的政策 所以我們在這個我們的策略方面 一方面要做什麼 對美國訴訟 或者對日本訴訟 或者去跟他協商協調 去bargain 然後呢我們希望得到比較好的這個 這個這個結果 對台灣好的結果 除此以外我們的策略 除了說訴訟以外呢 透過法理訴訟以外呢 我們就是要鼓吹 台灣人要覺醒 早日覺醒或者馬上覺醒 比如說在觀念上做改變 就我們在座每一個人去努力 我們當然我們希望說 假如說你們回到學校 或者在社會上 有一批人想要聽聽我們這個論述 或者到這個地方來上課 來參加我們的研習會 或者請我們林秘書長 代替去給大家做一個演講 我們在外面所做的演講幾乎是長場成功 這幾個月來我們到宜蘭到台東到嘉義 去年我們在台中演講也非常成功 台中高雄做幾場演講也都非常成功 反應都非常好 很多人都說你們早就應該來講了 像最近去嘉義這一場 兩百多人聽你以後非常幸運 你們早就應該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做這一場演講 我們聽你以後才完全放心 因為台灣面臨非常大的危機 我們都憂心忡忡晚上睡不著覺 聽你這麼說哇就放心了 而且怎麼樣 對台灣燃起重燃生機信心 對整個台灣的未來充滿信心 所以呢我們希望把這個 我們所講的論述符音趕快傳播出去 廣泛的傳播出去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們主張說盡量不要去投票 因為我們如果去投票的話會讓什麼 會讓國際人數 以為說哎呦你們台灣本土台灣人 都去參加中華民國的這個這個選舉活動啊 去當候選人而且熱烈的去這個投票啦 那你就同意他統治你呢 那還要搞一個什麼TC幹嘛 這就是我在美國去年9月8號在美國碰到一個 亞安霍普經濟大學國際政治學院Size 國際政治學院的一個學弟 這樣跟我claim 我花了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跟他說明 說明完之後他就哎我講的還有很有道理 所以他帶我到處介紹他的好朋友 來聽我講我們的主張跟論述 所以啊我們希望說像我們林秘書長說的 如果我們大家都不去投票 讓這個投票率低到50%以下 甚至於像波羅蒂海三小國一樣 再30% 國際社會就知道說啊 你不如台灣人根本反對中華民國統治你啦 那我們就是可以更得到什麼 得到很多國際社會的支持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自治跟建國的目標就會早日達成 剛剛我們付出於勉勵各位同學的就是說 真的要努力健全自己 身心還有知識方面 將來就是作為台灣建國的尖兵 我們感謝各位來參加 也希望回去以後把我們這個福音傳播給你的同學 在你傳播這個福音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次序 有潛而生 有簡單的講他比較複雜的 循序漸進 而且要很耐心 如果認為他是可造之才 那就慢慢的去跟他相處 來跟他好好的說明 希望他能夠來接受我們的這個訓練班的這個課程這樣子 那最後敬祝大家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學弟 李甄 敬禮 各位受訓的學員 因為你們接受三天的受訓 美國政府送給你們一面的國旗 你可以在樓下找那個陳小姐的臉 我們是希望你那個國旗 因為國旗你不能用那個竹竿 哦 一定要買那個鋁製的旗竿 不能用竹竿 用美國國旗的 你們的樓下可以領 同時我欠你們一頂沒有了 因為沒有了在韓國還沒有 還沒教育 教育以後我會教你們的酒長 你們的組長可以領 同時現在請你幫忙把椅子拿到上面